港股昨日在26,000关上落穿梭,低位25,976点,跌41点,高位26,195点,升178点,收市报26,126点,升109点,成交10银,只得1243亿元,反映恒指导了现水平,是去是留上代观察。 故老练的投资者多彩观望和等候的态度,个别发展继续是主调,上升板块有追落后的内房股,潤地,中海外继续领军,汽车股在喘上,担刚者为比亚迪,吉利,科技股个别转好,瑞星,顺宇是一对妈补,体育用品股在双11网购季节中, 俗成主角,李宁,安踏市商业门,近期升得敬,升得应的阿里巴巴,正处短暂的消化阶段,交投营活跃, 马云在勾行中继续成为揣测的话题,一说阿里有意推动农业科技,最新的成就是推出人工智能平台,精准预测短期和临时变幻的天气, 以帮助企业及时应对气候变化,降低特变带来的挑战。 对此 我头牌握手清庆 阿里开始找对了发展的方向,是科技数据以文为本,为文所用,这样的发明创造值得大家支持也。 港交所被大行调低目标价,昨日一度大跌至473.6元,错7.8元,其后略作反弹,收市报480元,仍跌1.4元。 此股下周三公布第三季业绩,且看对股价有没有帮助了,近期新股上市不多,亦无特别杀食者, 故港交所的买卖亦转沉寂寂,不过,作为金融中心的支柱性机构, 港交所独市生意无可取代,调整一下无外,中线仍然看好,正准备私有化的华人置业, 作公布再出售高息票据套现,此番出售乃洩让,预期亏损高达2.78亿元。 这批票据,有的年利率高达11.7厘,正合一句老话,利大本无归, 精明如留先生者,亦着了道而,过不了者个坎,月秀地产年内大展权脚, 计私有化创兴银行之后,又施资数百亿元扣入多幅大地皮, 动态前所未有的积极,该股五合一之后,一直未有表现,走势其劣, 直至昨日财反弹,升百分之三,以现价7.2元计, 相当于合拼前的1.44元,处极低水位, 作见买家阵营大牌混习,小见的热闹,无妨留意动态, ,第131要训练 ,第一次结论 ,二次结论